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就是特别不好 因为第一个就是浪费这么多的食物 然后第二你烧了也没有什么意思 烧这么多东西干嘛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 他本来就是没有文丝的这一部分人 他们就是逐步的就有一种 就认识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学密法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密法的这些真正的这些文词修行的部分 那就根本他自己也接触不到 他也不知道有一个这样子的学习 他就以为火宫就是密法 所以就是经常就火宫大大小小火宫 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印象也特别的不好 所以就不能做 但是真正的火宫你如果能做的话 那他的功德呢 那确实也跟回宫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前提的条件也是跟火宫跟回宫是差不多的 一个他火宫是不是单独做 火宫就是作为一个本尊的修法里面的一部分 一小部分 一个环节 对 然后如果你不懂得怎么去修这个本尊的修法 就是只是我们念一点点这个简单的这个仪式 然后呢把食物扫到火里面 其实这个没有用的 这不是火宫 根本就达不到火宫的这个意义和目标 所以呢我们就是如果要做火宫 那就是要做到表中的火宫 那表中的火宫呢 前面讲的一样 你首先必须要有这个对密法的这个境界 有一定的境界 文史的基础 至少有这个文史的基础 密法的常识啊 这些一定要有 然后呢就是修一个本尊的法 在本尊法的后面呢 然后呢就是有这个火宫的修法 那这也可以 但是呢这个也不是就经常都是火宫 天天火宫 这确实是没有一点点的意思 所以呢就是这种修法 就是逐步就代替了这个文史修行 所以这个做法也不好 影响也特别不好 所以我们就是 就是 不太提倡 不提倡 我们是比较反对这么做 但是当然不是说这个 这个珍规的这个火宫是没有意思啊 我们不会否定这个火宫的真正的 它的意义 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 很多我们学藏传佛教的居士 天天搞各种各样的这个火宫 这个是不如法的火宫 没有意义的火宫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